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见到我的两个女儿了 就是去年七月底的时候 我跟我的前夫因为感情不合 在法院吵解离的婚 十月份的时候 他趁着看孩子的这个探视的时候 然后跟他的父母里应外合 就把孩子直接抢走了 这个是当时从那个楼梯上上来 那他就抱着 这是你前夫吗 对 前夫抱着一个小女儿就跑 走到哪里去了 他抱着小女儿走了以后 都没有管我的大女儿 看到吗 这个小朋友从这里冲过来 这是你的大女儿吗 对 这是我大女儿 你在抢着小孩的时候你在干嘛 我在那个楼下面 他爸爸妈妈拦着我的 他们一家人抢了 对 其实刘女士是一位典型的子私带妈妈 子私带妈妈指的是一群长期 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数量庞大又声音微弱的这样一个群体 按照刘女士的说法 她已经快九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小孩 找到我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很无助了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件 但当我看完民事调解书 我发现这个案件很复杂 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大女儿李XX的抚养权及监护权 归被告李XX随李XX共同生活 婚生未成年子女小女儿的抚养权 及监护权 也归被告李XX随你共同生活 以承担抚养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把这个小孩抢回去 你从法律上来讲 他这是接回去 但是他这里写了 他是小女儿是随我共同生活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因为 这个矛盾点就在这里 因为在抚养权 法律上只有抚养权跟监护权 生活权这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所以你这个案件 从这个点来看的话 有很大的难度 这份调解协议 对你很不利 你当时 几乎是近身出户的状态 你达成了这份调解协议 然后你还把抚养权又给到了李XX 当时为什么要请这份协议 聊这个离婚的问题 然后他看我 就是一直调解 两个人聊不成吗 他就想让我精神出户 然后就对我实行了暴力 他自己一百五六十的经历 然后这样子压我 把我压到床上 然后他捂住我的鼻子和嘴巴 然后还掐着我的脖子 我整个人其实都不是不能呼吸的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对我 我说你要怎么样我得答应你 就是说要不离婚啊什么的 我说我得答应你 你要孩子我也答应你 你让我近身出户 我得答应你 我说你不要这样对我 刘女士的诉求是变更抚养权 并且她在找到我之前 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 开庭在即 在司法实践中变更抚养权的案件 其实是挺难打的 但是在这个案件中 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就是刘女士的前夫 她违反了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 她抢走了本应该和刘女士 共同生活的小女儿 这里我有一点很好奇 男方为什么要抢走小孩 她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案件虽然很难打 但我觉得这个案件的本质是 民意抚养权与实际抚养权 想分离的案件 而且这种案件在实践中很罕见 于是我决定挑战一下 帮助到这位妈妈 女儿子恐怕跟着妈妈 会更健康一点 毕竟爸爸嘛 因为她说我爱你不要吵住 无论我就是我爱你 我讲你 你让他们先沟通吧 我爱你先沟通 别起情绪都到法院来了 别起情绪 保护跟刚刚啊 我那个我也保护跟刚刚 她是长辈 你反正是要讲不上 你不存在是他谁 人家为父母也要够了 我要够了 你够了 你够个问题聊吧 这样 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态度 你见孩子会增加孩子的情绪波动 只会给她跟她的方法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不见妈妈 我的孩子才能够健康 我只有等她这里恢复之后 我们约个时间 或者是谈好条件 你认为小孩见母亲情绪波动 是你想象的 还是说有事实根据 产生过这样的情况 因为那个时候 我送过去的时候 小孩哭了一整天 哭了一整天 这个绝对是说辞 哭了一整天是不可能的 只是说她跟爸爸分离的时候 她舍不得爸爸舍不得姐姐 这个情绪大家都能理解 她毕竟还小 从一个原生家庭 我们并不是说要够 我站在 那当时你把小孩 抱回去 去十一十五号抱回去 小孩哭了没有 这次和南方的庭外沟通 失败了完全没法谈 而且这一次的庭审 也因为对方所提的要求延期 所以回来我们就决定 依据他们之前所达成的 民事调解书 申请强制执行 虽然共同生活圈 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申请强制执行会有争议 但是刘女士对大女儿的探望权是明确的 以此来申请强制执行 既然没法谈 那就换个方式 强势出击 以打促谈 你看一下他们之前的这份民事调解书 在调解书里面说 这个原背道双方 在对民生男的小孩学习 生活的情况下面 还是允许相互探视 那么现在就是说 咱们这个南方跟女方 我们做的级性人 整个探视权都是被剥夺的 所以我要申请对大女儿探望权的强制执行 所以我要申请对大女儿探望权的强制执行 好啊 她想跟你见面是个好事 那说明之前的执行方案起到作用呢 在我的意料之中 不过你不要跟她在外面见 要见的话 让约她到我们律所来 你跟她打电话 说要见可以 到我们律所见 逐长优势 我担心她会不会不去律所 不会的 你放心 她要约你见面 你就说到律所来谈 你跟她两个人之间谈不好 然后需要律师也参与 这样会好一些 然后律所相对又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地方 你就这么跟她说吧 她应该会同意的 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沟通工作呢 就两个要点 我来主持一下 第一个就是感情谈法 第二个就是法律谈法 看看你们谁先说自己的诉求 那就我先说吧 好吧 就是第一点 你首先要把 按你上次协议好的 把小女孩的生活权 先到我这里来 就是先让小女孩回到我身边 我都觉得两个小孩在一起的话 肯定是有一个更好 对他们彼此 对他们以后 都真的是非常地好 我不能接受她的观点 就是说小孩必须得分开 这对我来说 就是对小孩 这是我不接受 首先我还是得说一点 我没做过 我带孩子 没想说过你什么话 我跟你说的 作为男人 我还是想给孩子一个健全和健康的心理 你还在跟我说 你没有跟孩子说什么 你跟孩子说 她的妈妈不爱她 那你拿我那个视频 我来看一下 我哪里说这句话 来来来来 这句话 男人一起生活 还是愿意跟妈妈生活啊 爹爹 奶奶 爸爸 还有姐姐 对不对 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妈妈一起生活啊 妈妈不喜欢 妈妈不喜欢我 孩子为什么会说妈妈不爱她 因为她在我这里 我给她传说的东西 肯定是妈妈很爱她 妈妈无论如何都会很爱她 但是她为什么会从她嘴巴里说出 妈妈不爱她这个事情 我出个宴去吧 好吧 大家可能现在情绪都急着 来 冷静一下 走 我今天跟你谈 是要了解里面的一些事情 你的感受 事情的经过 我是可以帮你的 在某个点 很简单的那个事情 你呢 你去的目的确实要弄你啊 反正情况挺大 因为这两位小孩 他有一位小孩 他有此辛苦 对不对 我这么要主气啊 就是觉得我就不让你站起来 没想到 前期肯定有 所以说我跟你说 我一直没有想过 放进这个家庭 你是已经有想的什么吗 是啊 这怎么反过 他说要离开你 他跟我讲的 我看看他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很简单 反正是他听了这么能提果 对不对 他离开这个家庭 可能会更轻松 嗯 那这样的你说的 嗯 他跟我说的戏 家庭 对不去 通过和他在天台上的沟通 我终于了解到他抢走小孩的真正原因 除了他不想让两个女儿分开生活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他也有对这段婚姻结束的不甘心 其实很多离婚后的纠纷冲突 往往只是表象 其背后是他们不愿意放下已经过往的婚姻 并且千方百计的用错误的方式去伤害对方 弄清楚了原因 弄清楚了原因 接下来我就要去化解他们的心结 只有这样 在下一次庭审中 如果我方胜诉 男方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结果 将小孩送回来 所以我想让他们先说说彼此的优点 你先说一下 这个男人其实还是有优点的 他虽然长得不高 但是他会做饭 那你最爱吃他做的什么 虾 小龙虾 小龙虾鸡尾虾我最喜欢吃 那是家的味道 那是爱的味道 家的味道 是的 那你喜欢他什么 性格 然后确实是做人比较有耐心 做人有耐心 体贴 体贴这个确实是 也是男人对你的事 也就那么的一个样子 体贴 听说你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 是吧 这个是我给女儿写的一封信 我读一遍 亲爱的宝贝 妈妈已经十个月没有见到 你们了 今天看到了你们的视频 又看到了活泼可爱的宝贝们了 妈妈太开心了 妈妈心中非常挂念着你们 会不会想起妈妈 当想起妈妈的时候 是否还能记得妈妈的模样 当想起妈妈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呢 妈妈再努力 努力让你们早一点 回到我的身边 不让你们的童年 确实母爱 最爱你们的妈妈 快乐从来不是单向的养育小孩 对于离异家庭来讲 快乐就是三项的 既有你的也有你的 还有你们小孩的 只有你们都快乐 其实小孩才能真正的健康成长 都多多考虑一下对方好不好 可以 好吧 通过这一次的见面 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也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础 那么在接下来的庭审中 我更有必要从法律上好好准备争取胜诉 原告代理人需要分别向原告以及被告发问 先向被告发问 第一个问题 在我方提交的那份视频证据中 抱走小孩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抱走小孩的一个人是不是你 你回答是还是不是 你是拒绝回答还是不回答 我说我问你 视频中的一个人是不是你 他怎么能帮你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都没参与 那个数据员记录好 他说他说视频中的人他看不清 对于在座的不知的情况下 这种担忧呢 是偶然新事件上的担忧 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 一个什么数据 就是男方自己带着两个小孩离了婚之后 然后为了向女方证明自己是爱女方的 亲手把自己的两个小孩从楼上扔了下去 杀死了 是不是更加的惨不忍睹 我们被告会把自己的一些女儿杀死了 这是我这种是行为上的故事 你不要打断我法庭辩论决道的发言 你这不是寒沙摄影这样讲是不对的了 你认为是寒沙摄影 那我还认为你说几乎会心情她的妓女 我怎么没觉得是寒沙摄影呢 都发表自己的观点嘛 我查了一点点数据 是关于抚养权大数据报告的数据 多子女的抚养权归属情况 归父亲的占10% 归母亲的占25% 分别抚养的占67% 这个数据 不论是从分别抚养还是说单独归哪一方抚养 女方都是司法实践中的优势支持方 本案的核心争议标点是民意抚养权 要不要归位于实际抚养权的问题 当民意抚养权跟实际抚养权相分离的情况下 恰好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旅行的情况下 我们要不要纠正的问题 从而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我知道变更抚养权的案件很难打 所以我在庭审中归纳争议焦点 是说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变更抚养权的案件 而是一起民意抚养权 是否要归位于实际抚养权 让其权力和责任相同意的案件 我和团队成员花了大量的时间 从海量的裁判文书中 终于找到了几份和我们这个案件 有相似之处的申诉案例 并把它做成了一份可视化的解锁报告 提交给法庭 所以我们对这个案件申诉很有把握 我不同意调解 于原告当年表示不同意调解 本案件令起宣判 距离时间地点在令通知 现在宣布休停 判决如下 原告刘花与被告李的婚生女儿李的抚养权 归原告刘花所有 小孩李随原告刘花生活 开心吗 开心 感觉有一点不敢相信的感觉 在家事案件中 律师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不仅是解决我方当事人的问题 和对方当事人的问题 甚至是要解决他这个家庭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办案的时候不能把自己变成对方当事人的敌人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 所以我也取得了男方的信任 判决书下来之后 他不仅没有上诉 还同意带我和刘女士去接小孩 其实就是这种方式相处的话 我觉得都挺简单的 以后再面对小孩的问题有上有量 女生不承受过 两个人都不承受过 在不懂感情的时候 觉得合适 因为该承担责任的时候 并没有承担 你把这一些问题的方式承担 你这个该承担责任的时候 没有承担责任是指你自己还是指我 主要问题在我嘛 对不对 主要问题在谈 也是 其实在一些关系上的处理 确实我可能确实不懂 其实一段婚姻确实结束以后 双方都有问题 没有说是哪一方就有绝对的问题 一段感情的结束 它不代表失败 对吧 一段感情的结束不代表失败 对啊 感情结束是不代表失败啊 是的呀 本来就是这样 女女生 女生还没那么明白吗 我可能还需要多想一想 激动吗 第一次来接小孩 今年 激动 来了 小妈妈 想不想妈妈 想不想妈妈 哎 妈妈 妈妈 请慢一下 这就是刘叔叔 你好 我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 这是刘叔叔 帮助妈妈回到了 那边知道吗 以后你们都要好好的 好好生活 我就不送你们了 好的好的 再见 来给叔叔 拜拜 谢谢刘叔叔 拜拜 回去注意安全 好的 有事打我电话 好 辛苦您 再见 应该的 拜拜 再见 注意安全 看着他们一起来接小孩的这个温馨的画面 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蛮多的期待 会觉得能够从情感上面去化解他们那些矛盾 南方刚开始给我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然后慢慢的妥协下来 当然也有技巧方面的原因 就是一边打一边谈的方式 总之这个案子做到这个结果的话 我还是蛮开心的